那解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懒人包 OK 第一个 你已经有懒人包了 打开来之后 这里面的话有四个东西 请你把这四个东西复制起来 等一下先放着好了 OK 再来的话呢 请你把这四个东西放在哪里呢 放在刚刚有讲到 就是说有一个叫做 这个keystore的路径 那keystore路径在哪里呢 请你注意一下 就是说记一下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视窗的喜好设定里面 那请你把enjoy 一般我们是直接点它去设浏览 对不对 请你把旁边的这个箭头 这个加号把它展开来 加号展开来之后 会找到一个叫build build里面的话呢 就会出现default的debug 有没有keystore的路径 那它的路径在哪里呢 实际上就是在这里 c底下的document的 这个and setting user底下的这一个 那后面这个不要复制到 就是复制到enjoy 把它ctrl c一下 再到开始执行里面 开始执行 把它贴上去 按个enter 就会到这个路径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keystore路径 特别注意keystore 不过特别注意 你进来之后 应该会看到有一个 这个debug keystore的这一个档案 如果呢 你没有看到这个档案的话 那通常是你的这个equilibus 完全没有新增过任何档案 没有新增过任何专案 请务必一定要先执行过一个专案之后 它才会有debug keystore 不然的话这个会是不存在的 你们可能要检查一下 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怎么样让它产生 我们要的那个md file 就是我们要 api key还没有 接下来的话 请各位要把懒人包里面 这四个东西 请你把它全选之后 通通丢进来 丢进来之后的话呢 请你再执行 这边有个keystore的批次档 keystore keystore这个 好像这个懒人包 插人包好像有一点点问题 换一个这个好了 好像是这一个 这个比较没问题 你们一样的动作 再把这个keystore 有的电脑好像对那个 这个懒人包 有一点点相容性的问题 然后把这个打开来 一样 等一下下载 下载keystore好了 把它下载下来之后 再把它解出来 解出来之后应该会有 应该会有六个档案 再把它加了两个东西上去 因为google地图的 这个部分 它经常在改版 所以 你就像书里面讲的 如果照书做 是做不出来的 因为又改版了 好那请这把这六个档案